好 那我们先来看 昨天的话呢 分别上午跟下午呢 两名积压的人士呢 都有被提讯 那么在上午的部分呢 则是彭正生 那下午的部分呢 则是柯文哲 那沈青青呢 今天则是第二度被提讯 那在昨天呢 其实还有一个神秘人物 也被提 那就是被约谈的是 督发局的公务人员 那目前还没有曝光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 最后的一道破口呢 有没有可能就是 把这个最后的拼图拼出来 目前就是外界 可能就是把这个压力 放在他身上 而目前最新的一个爆料呢 看静周刊的爆料 他说呢 依照省信金的 桃珠影员访客记录 在2023年9月30号 柯文哲曾经单独去到访 去访问 去跟他会面 那隔天呢 就是美国出差 这时候在转机的时候呢 手机就掉了 当时啊 那个媒体就问他 那会不会紧张啦 等等的 云端会不会被窃啦 那当时他讲了 平常的辈分就很重要 所以云端资料 是否外线的 这引发幕僚的虚金 那刚刚也讲到了 在桃珠影员这部分呢 现在有人就讲了 陈佩琪 在两个关键的时间点呢 不断的密集的去存钱 第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 应小微跟柯文哲的便当会 当时时间点是 2020年的3月10号 那第二个时间点呢 就是在柯文哲 跟这个朱 沈信金 在桃珠影员 独自见面完之后呢 那么陈佩琪 又有大动作的存钱 那么ATM总共分了 四十次 四百多万元 慢慢存存到他 跟他其他三个孩子的 账户当中 那同时还在爆料 说呢 周刊呢 同时也获得了一份资料 在柯文哲的 Excel里面呢 包含了 像是你看 这个朱 沈信金的一个资料内容当中呢 还把钱呢 送给了前台北市长 也就是黄大洲 他呢 被分配到了 是两百万 哦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也跟金华城有关呢 对此黄大洲的太太否认了 他说呢 他从来不拿这些 乱七八糟的钱 而前几天 不但是讲嘛 说现在检方呢 有意思呢 要把彭正生 看能不能策动 转为污点证人 那么他们的底细会在哪里呢 来看到 这是这个游淑会 他说当时呢 彭正生 去参加了市议会 主持的这个 金华城的专案小组 当时呢 他跟大家讲说 我只是个会议主持人 就是在都发金华城案当中呢 他只是个会议主持人 他没有办法去决定 那问到一些相关的一些 关键词呢 那么当时的彭正生呢 就是闪烁其词 那时候议会呢 才开始 议员们逐渐念出 当时的会议记录的逐次稿 这个时候呢 彭正生才松口 所以他们就想 是不是也担心自己 可能因为金华城案 真的会被查出有问题 所以呢 彭正生的改口 是不是决定 要把所谓真的承认 要推还回去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让人家觉得 是不是北检 要把这个彭正生 策动转为污点证人 不过关于这一点 目前北检是不愿意证实的 好 再来 议员林延峰 他说如果柯文哲在这五大案当中呢 时常就是如果是下便签紫条 这是柯文哲的习惯 那恐怕对于其他的重大开发案呢 柯文哲一样也会用他惯用的手法 来企图干预 来企图主导开发等等 因为别方说像精华尘案原本就已经躺在那边不动了 但是因为柯文哲就下了一个 赶快解决四个字 然后呢就开始整个精华尘案又动起来 又开始不一样了 那现在呢 许淑华呢 又在他的脸书当中呢 贴出当时有继承人员呢 把这个公文给印下来 那么最重要的是当时 公务人员上签 后面两个字 当否还打了一个问号 但是最后柯文哲呢 把当否问号给划掉 然后直接就盖了他的签 清签 不是什么夹以丙丁 那就代表说柯文哲明明就有看过这一份公文 然后也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许淑我要讲的是 当初柯文哲讲说不知道 他认为不可能 公文都已经秀出来了 所以不可能不知道精华尘是如何拿到容积率 百分之八百四十的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现在是这个清律的周刊赛斯的爆料 说柯文哲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呢 在桃珠影园建了审庆金 没多久他的太太就利用ATM去存钱 存了四百六十二万 这部分可能涉及洗钱 但是有网友要讲的是 检方对于这些资料 就连法官都不认定 这一定是收贿 但是呢 检方不断地去带风向 不断地泄露消息给媒体 难道是背后有人在撑腰吗 柯文哲被羁押后 清律周刊不间断爆出新案情 最新爆料指称 金华尘在二零二二年 通过百分之八百四的容积率 柯文哲二零二三年九月底 到桃珠影园建沈庆金 隔天出发访美就传出手机掉了 周刊说接着陈佩奇开始在ATM 小额存款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 半年多分四十次存入四百六十二万多元 分别存到三个子女的账户里 绿媒点名陈佩奇可能变戏钱罪被告 柯文哲去过哪里还有陈佩奇 有没有用ATM去存钱 这个跟有没有不法的金流 或者是有没有土利有直接相关吗 网友狂三周刊说土利两百亿 应小微拿四千七百万 市长拿四百六十二万这对吗 法官从无报请回到只用土利 也没有用收费积押 检方这些收费证据两个法官都没买单 检察官是不是找不到收费勾串记录啊 要不然手机掉了也是罪吗 北建才说没泄密土利媒体 还分案要查话才说完 周刊一连公开六篇独家报道 包括柯文哲随身蝶被破解 柯文哲赖对话曝光 还有他喊彭震生劝供对话 甚至连沈沁金论功行上名单 统统有这到底是检方大泄密 还是周刊大造谣 大家都认为北建是泄露的消息 因为随身蝶第一个随身蝶在你那边 你要做到周处除伤害 到最后都是观光相互 分他之案来办 周刊就打脸你啊 你讲我继续爆料 爆料电视台记者说 在检调养线七年 但检调司法先记者却狂问他是谁 再也想问是上级交办 还是检调泄密 收集不了完了证据 你放这些消息又有什么用呢 最主要还是要靠你检察官 把金流的证据拿到 金流证据一拿到一翻两瞪眼 柯文哲关押期间 侵略媒体一再带风向 党检媒是不是真的三位一体 外界都在看 记者钟晨良 曹丁韩采访不到 那么金华城案呢 现在有这个中西呢 做出的是网络声量的趋势图 就是台湾议题严重中西10号 所分析的金华城声量趋势 最高的是落在9月2号这一天 这一天刚好是柯文哲被五宝请回 当天冲到的是6.3万则 对此柯阵营呢 整个世系大政 那柯文哲也顺势地在批评 北检整个在带风向 创下近期的最高的声量 不过来到了9月5号这一天呢 是积压柯文哲这一天 因此呢声量整个是往下跌 那么变成是 讽刺民众党的声量 变成的是主流意见 而支持民众党的声量呢 占了整体的22% 所以看到柯文哲被压的前后 这个风向转变 网络上的风向转变 其实是蛮大的 而接下来民众党 即将要来是全国宣讲 要提出完整的说辞 要来说服民众 挽回他们对于民众党的信任度 光是如果喊口号的话呢 煽动情绪这恐怕是没有用的 无法持续很久 如何真正挽回支持者的心 这是民众党目前正要做的一件事 好那柯文哲案呢 现在大家对来查 他到底知不知情呢 现在有一张 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交办的便条内容曝光 当时这个便条呢 是给产业局长写下说 怎么做都好 就是快就好 怎么做都行快就好 对此台北市议会 金华城调查小组召集人 游淑慧就讲 这个是市长交办 要一条龙服务金华城的 他说呢 市长下了条子 压着去做 这样的做法可能出招 就是下一张便条 然后要底下人去做 所以游淑慧要柯文哲 你不要再写责了 市长还要下条子 压着惩罚局 去接收一个 他不想要的所谓的回馈 那这个手法 我觉得是相当粗糙啦 今天柯市长要说他不知道 又或者是说他只有盖过一两个章 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事情卸责 因为从头到尾都有他的身影在 不管是交办单公文的批合 甚至是变签 甚至是电话等等的 那当年2021年9月的时候 这个案子一通过 当年就已经有建筑界的人 表达出质疑 就是为什么金华城 可以拿到这个奇怪的融机奖励 所以他说他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现在证实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柯市长 不要再把责任推给别人 推给都委会 推给基层的公务员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然后就说 叫做作作与国家好 作与国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有观优独播剧场 酷创与你 任何家好 有观优独播剧场 是否刺生